小舍得开播 周深以人包揽片头片围曲 还参与创作电视剧小舍得开播 从开头几集来看 又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 应该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 因为是刚开始看小舍得 并没有跳过片头片围 再加上知道周深会唱 小舍得的片围曲 因此很认真的边看边听片围曲 结果发现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情 周深不仅包揽了小舍得的片头片围曲 外加一首插曲 片头曲是小舍得 片头曲是爱的序曲 插曲是慢版小舍得 除此之外 周深还参与了创作 片头曲爱的序曲只有曲 没有歌词 而周深用人生哼唱的方式 演绎了整首歌曲 从小舍得就能很好地看出 为什么很多电视剧愿意请周深演唱歌曲 周深是实力与流量兼具的歌手 他演唱的歌曲不仅好听 还容易被传播 可以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即使之前周深的流量没有目前这么高 他的实力依然让他在影视剧欧斯的领域很受欢迎 毕竟很多影视剧欧斯面向的是全国观众 找一个实力很强唱歌很好听的歌手 更容易把歌曲唱出圈唱出热度 从而也达到为影视剧宣传的效果 因此周深的实力让他很适合演唱斯的外加很高的流量 请周深演唱欧斯是明智的选择 而通过小舍得可以发现请周深唱欧斯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要知道很多电视剧的片尾曲或是片头曲一般可以直接用于插曲 很少在专门录制一个插曲版本 还有一种方式是将片头曲或是片尾曲让其他歌手演绎一变 当成插曲来用 究其原因是为了节约成本 毕竟成名已久的歌手演唱插曲 与普通歌手演唱插曲并不是一个价格 所以看到周深在小舍得里还演唱了漫版小舍得 说明周深与剧方的合作非常愉快 再加上周深还参与了片头曲的创作 更是说明了这点 要知道很多电视剧片头曲就是纯音乐 配上一些电视剧里的镜头就是一个不错的片头了 如同小舍得这样加入人声哼唱的本来就少 更别说是请周深 这样热度很高的歌手进行人声哼唱了 只有在进行欧斯创作与录制过程中 剧方以及其他音乐人与周深的合作非常愉快 两方多意犹未尽 希望多多合作才有可能如此 而通过周深平时的表现也可以看出 周深的性格非常好 谦逊有礼 在音乐方面足够专业 很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与喜爱 因此有理由相信周深能唱越来越多的影视剧 Ostic与实力有关与流量有关 也与人品有关 周深创记录 由你音乐榜唯一一位拿下元气得分二十连贯歌手优秀 近日 由你音乐榜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关于周深的好消息 那就是周深创记录了 从2020年第34期至2021年第14期期间 周深连续拿下20次人气得分Top 1 累计共30次人气得分Top 1 位居历史第二 这成绩着实让人羡慕 从这份榜单上可以看出 斩获人气榜单Top 1的 全是周深演唱过的一些电视剧 或电影的经典歌曲 其中 为电视剧《大江大河》而演唱的主题曲 《何光同城》六次登上了人气得分Top 1 歌曲起封了五次登上人气得分Top 1 为电视剧《景星四日》演唱的主题曲 《要一起》四次登上人气得分Top 1 画卷情部由中简 分别三次登顶人气榜 明月传说 我是你的谁归处若梦 也曾登上过人气榜单第一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 提起周深 人们脱口而出的不再是那首《大鱼》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大鱼》不够经典 而是现在日趋超产的周深好听的歌曲太多了 每一首都可以称为经典 尤其是在影视原声音乐方面 周深和刘雨宁几乎对现在新出的电视剧的《欧斯》的歌曲 形成了大包大懒知识 产量度而且首首精品 同时多变的曲风也让人们看到了它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同时多次在《游你音乐榜》上人气得分方面形成霸榜般的存在 正说明无数声米和网友对它的喜欢人气越高 喜欢它的人越多 喜欢听它歌曲的人也越来越多 同时这份人气霸榜的实力不是运气使然 亦不是凭空而来 去杀成塔使它永足够努力 不懈的坚持才换来今天的成绩 每次追剧的时候都能由周深的歌声相伴 这真的让人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每次看到它一一发光的 站在舞台上有所斩获 有所突破 真的很为它感到高兴 所有荣誉都是实至名归 因为周深值得这份褒奖 周深为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现场歌曲 他一直在渐行对粉丝说过的话 周深为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现场歌曲 You raise me out 在现场观众的帮助下 网友们也看到了现场直拍的版本 这也让周深的歌迷以及粉丝兴奋 高兴骄傲 毕竟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是对周深极大的认可 而且周深还获得了 2020最具影响力青年歌手的奖项 更是倍加认可 更为关键的是 以周深的语言能力 他可以唱很多种语言的歌曲 并且可以做到发音标准 可以说周深非常适合成为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 周深也用实力证明了这点 现场直拍视频中没有修音 还有多个版本的对比 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周深的水平 而从周深的表现来看 他在现场的演唱太稳了 行走的CD绝不是说术而已 而是靠一个舞台一个舞台积累而得 实际上看到周深参加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 有些惊讶 毕竟周深太忙了 他不仅仅要录制创四 还要录制专辑 已经非常忙了 而以周深对待舞台的态度 他答应参加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 肯定会有彩排 有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示给现场观众 因此网友可能只看到周深几分钟的演唱 但是周深应该早早就到了现场 去为表演准备了 虽然只有一个舞台 但是周深花费的精力不会少 可以说是忙中加忙 可就是如此 周深还是参加了活动 为什么 实际上周深早在与粉丝的对话中给出了答案 周深与粉丝互动这个习惯一直都有 并没有因为红 因为忙而懈怠 因此经常能看到周深回复粉丝的话 其中一些是鼓励 一些是开玩笑 一些是玩梗 还有一些则是周深对待舞台 对待粉丝的态度 周深之前在回复粉丝时说过 要为自己争取更多舞台 要成为我米的骄傲 周深不仅仅只是说说 他一直在践行对粉丝说过的话 争取更多的舞台 从创词到华财少年 再到这次的全球外交官中国之夜 都是如此 忙应该不会成为阻止周深登上更多舞台的原因 之后应该能够看到周深更多的舞台 而有了舞台之后 周深都会认真对待 做到最好 创词唱跳舞台是如此 全球外交官之夜的舞台也是如此 也只有如此才能够成为粉丝的骄傲 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歌手 明星 偶像 榜样 才能给粉丝带去正能量 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希望周深的粉丝能够学习周深身上的品质 这种说到做到并做到最好的品质 让周深也为你们感到骄傲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